在乒乓球的赛场上 我们经常能够见到男女队员们挥洒汗水 争分夺秒的身影 但在近期的法兰克福冠军赛训练过程中 王楚心却遇到了一个颇为新奇的情况 他选择了女陪练王以迪来帮助自己进行训练 这不仅在国内平台上引发了热议 更展示了王楚心为了取得优异成绩的决心和勇气 此次在法兰克福的适应性训练中 由于这次国平男队人员短缺 林高远等关键队员的缺席 让原本的训练变得困难重重 而王曼玉和陈兴桐虽然都是优秀的队员 但面对日常的对抗训练 男女的力量和速度上的差异仍不容忽视 特别是对于王楚心来说 缺乏一个与他水平相匹配的男陪练 无疑加大了他备战的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 王楚心选择了王以迪作为自己的陪练 尽管王以迪的打法较为男性化 但他毕竟是一名女性运动员 在力量和速度上 与男性队员相比仍有差距 然而正是这种差距 成为了王楚心训练中的一种优势 与王以迪的对抗训练中 他能够更好地锻炼自己的反应速度和应变能力 同时也能够在训练中 更加注重技术的运用和细节的把握 林诗栋在马斯卡特的比赛中奋力拼搏 而林高远因伤退赛 更是给国平男队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当然有观点认为 缺乏男队员的陪练 对于王楚心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但肖战指导虽然未能清零现场 但他的战术思想和训练理念 仍然在队员们心中发挥着作用 而王以迪的加入 则是在现有条件下做出的最佳选择 尽管女陪练在力量和速度上 与男性队员有所差距 但他们在技术上的细腻 战术上的灵活 以及对于对手心理的把握上 往往有着独到之处 王楚心与王以迪的训练 或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 弥补这一差距 甚至在未来的比赛中 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